大家好 我是Michael 歡迎收看英文一開罐 今天要介紹的是 其實人的毛病真的是挺多的對不對 像是我啊 我只要一天沒看到Effy 我就覺得恆森不對勁 當然這個大概就是所謂的 LOVES SICK 相思病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們是日常生活中 還有很多很多的小毛病 今天我們就從頭到腳的順序 來介紹各種日常生活會看到的小毛病吧 第一個 頭皮屑 所以首先呢 我們就是看到頭髮上面嘛 那頭髮上面最常會有什麼 就是頭皮屑 小時候呢就那邊哭哭哭 然後就覺得像下雪很有成就感這樣子 整張都白白一點點點 哇好有成就感喔 之後才發現好像有點噁心 好 那這不是重點 那頭皮屑的英文是什麼呢 頭皮屑的英文就叫做Denruff 那如果呢你要買的是抗屑洗髮精的話 那它上面就會寫的是 Anti-Denruff Anti就是反什麼意思 所以Anti-Denruff就是反頭皮屑 那除了Anti-Denruff之外呢 那你也會看到上面寫的是 Anti-Scaling 那因為Scale本身就有剝落的意思 就是不要讓你的蟹蟹剝落這樣子 這就是頭皮屑 第二個 髮型 沒錯 髮型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像是高中誰桌上沒有一個鏡子啊 然後一瓶髮膠啊 然後一瓶噴的啊 都在美睫下課就在那邊 就我會這樣而已嗎 如果你也會這樣 趕緊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髮型呢不OK可能是分岔嘛 分岔就叫做Split End Split就是分開來的end 就是這邊尾端 所以尾端 就叫做Split End 那如果太常趕然的話 頭髮就會很毛躁嘛 就會Freezy 所以毛躁就叫做Freezy 那還有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說法 就是A Bad Hair Day 就是頭髮很糟糕一天 那A Bad Hair Day 除了指頭髮很糟糕之外 那天頭髮很糟 也可以指那天真的是有夠水有夠的 爛的 也可以直接把那天叫做A Bad Hair Day 第三個 黑眼圈 那頭髮下來之後呢 就會看到黑眼圈了對不對 那黑眼圈像我這個啊 這個是臥蠶喔 不是黑眼圈 好不管 那黑眼圈的英文很簡單 就叫做Dark Circles 黑色的圈圈 呃這個好像有點短 那我們趕快進入下一個吧 第四個 水腫 有沒有發現我有臉圓圓的 還好啦 欸比你的臉比較圓 那水腫呢 它的專有名詞叫做 Edema 但是我們生活不會講那種 醫學的專有名詞嘛 就像你不會說 啊那個我 擴躍肌失調了 你就會說我倒賽了而已 所以呢 同樣你也不太會直接講 Edema 那你會講什麼呢 你只要用那個 swollen 這個字就可以了 swollen 就是 你知道 種種的 所以水腫就是 種起來了嘛 就是 swollen 第五個 痘痘 那痘痘呢 有幾個比較常見的說法 就是 pimples pimples就是指 痘痘的意思 那除了痘痘的字之外呢 你也可以叫做 acne acne好像是指那個什麼 瘡 什麼之類的 暗瘡 暗瘡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那個 就是痘痘啦 像我鼻子有痘疤嘛 那一般的疤痕叫做 scar 但是痘疤它不叫做 scar哦 痘疤叫做什麼呢 痘疤就叫做 pockmark 那這個字我要跟大家解釋 什麼叫做 parkmark 它就是指通常在infection 就是感染之後 留下來的疤痕 痘痘其實就是 感染最紅腫 感染之下留下來的疤痕 就叫做pockmark 就不會叫做scar 好高聲哦 突然覺得 醫學系好厲害 好 下一個 喉嚨 沒錯 那大家知道 身為老師 就常常會有喉嚨的問題 那喉嚨痛呢 就會叫做 soul throat soul throat 那但是呢 如果你要買所謂的 喉嚨啊 或是感冒糖漿 他們其實不太會寫到throat這個字 那喉嚨或是感冒糖漿 會叫做什麼呢 喉嚨就會叫做 cove drop 像什麼 我就是cove drop 好噁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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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感冒糖漿呢 就叫做 cove syrup sirup 就是指那種糖漿的意思 那喉嚨下來就會到哪裡 到你的arm pit 腋下 那腋下呢 最常見的就是會有 older就是什麼 所謂的糊臭 所謂的那個臭味 那呢其實 就是蠻多人會有體味的 所以他們在出門之前就會 某一個東西 某一個東西 就是把你的那個臭味去除掉了 就叫做deodorant 就是把臭味去除 把older去除掉了 就叫做deodorant 那第一 這個字熟 它就是消除什麼東西 所以把趣味消除掉的那個產品 就叫做deodorant 除臭劑 八 心劑 那心劑呢 叫做palplications 那它呢 除了可以當心劑之外 你也可以當就是 你看到東西很緊張 當小東西很緊張 或是很興奮的時候 也可以用這個字 反正就是你心跳突然加速 這樣子 就叫palplications 九 蘿蔔腿 拔蘿蔔 嘿唷嘿唷 拔蘿蔔 沒有所以拔蘿蔔腿 不是叫做carole carole 不是齁 那蘿蔔腿叫做什麼呢 如果像外觀 你肌肉很大 有那個肌肉線條很明顯 我們就用musculine 這個字 就是肌肉很明顯的 musculine 所以呢 如果你要說 蘿蔔腿就是很粗的小腿 就會用musculine 那呢 很多人在健身的時候 都喜歡練上半身 因為胸肌很大 背肌很大 就看起來很帥嘛 那不會有人把你腿看起來 你腿出不出嗎 有點變態 對不對 等一下看到不該看的腿 就麻煩了 他們有的人就只會練上半身 那通常呢 他們就會笑這種人 就會說 no leg day 就代表他們從來不練腳的 都只練上半身 下半身都沒什麼肌肉 十 香港腳 終於到最後了 香港腳這麼簡單 就叫做Hong Kong Food嘛 那香港腳是什麼呢 香港腳叫做 Athlete Foot 為什麼呢 因為一開始是 就是運動員長時間穿著襪子 然後又一直流汗 就導致那種 黴菌的直身 就變香港腳了 所以香港腳叫做 Athlete Foot 運動員的一腳 以上呢 就是十個會常有的日常生活小毛病 那還有什麼日常生活小毛病呢 趕快在下面留言 讓我們知道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們按讚 並且分享跟你的朋友 也別忘記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每週二 五晚上八點都有新影片 因為一開關 英語真簡單 See ya 你要聞我的Hong Kong Food嗎 很好聞哦